歡迎來到FINTV我是阿芬 我們今天要來詳細解說一下 我們目前所知道的寶可夢水樂拍的 所有已知道的資訊 咱們先來看一下預告片 起初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主角 看起來有點像是培育員的樣子 我們在這個地方得到了我們的第一個武器 照相機 得到經驗值等等的成就 都是透過這個照相機來取得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那個最新載具 去拍照片都要透過那個 有點像在光動物園的感覺 那每一次的任務其實是有現實的 那台車會一直往前走 你每一次看到的寶可夢 在那邊做很特殊的動作 你都要把握時間 你錯過了你就只能夠再打一次 那通常啦 在限定時間內你的成績越好 你評價會越好 大嘴沖鳥 跟烏波 田竹竹 藏口怪獸 那這是我們新的博士 然後這邊有一個 世紀錄跟他的爸媽 酷爆 河馬獸 西施海人 然後這是我們特殊的道具 這不是在場景內的 然後你大家可以看到 右上角他就是有額度 你每一次出去 你的底片是有限制數量的 來了 我們最新機制 尼光現象 來了 這一個就是尼光現象 發生在我們的大主盔上 但他不是唯一有尼光現象的寶可夢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寶可夢 確定會加入的是200隻 出發吧 尋找你專屬的一瞬間 沒有900隻 大家可以看到他建模其實非常精緻 他做這200隻已經夠花時間了 很難去強迫人家 八九百隻都全部做了 我們期待在專政重製 或者地球世代 可以看到像是這樣子 這麼精緻的動畫 3D模組 他這個隨樂拍是來自1999年的 Nintendo 64的遊戲軟體隨樂拍 建立在這個遊戲基礎跟遊戲機制的續作 超級舊有夠舊有夠舊 身為一個寶可夢訓練家去調查寶可夢生態 在Nintendo Switch上開啟未知導演的冒險 目前他這個遊戲是獨佔 在更多的資訊呢 我們可以在他官方網站上看打 我們的冒險舞台為 未開拓之地蘭蒂爾地區 蘭蒂爾地區分布在海上的多座島嶼所構成 每座島嶼分布有 茂密的叢林 遼闊的沙漠等完全不同的環境 在這個地區的大自然保留著原始的風貌 寶可夢的生態以及自然環境幾乎不曾被調查過 所以說都是未知的領域 去到那邊會看到很多不曾看過的現象跟生態 可能以前不知道說 原來這隻寶可夢跟這隻寶可夢會有互動 可是在這一次我們的冒險旅程之中 也許可以替我們寶可夢世界觀 建立一些新的概念 舉例子來說 貓又窄 飯吃蛇 他們是死對頭他們會打架 這個是大家已經知道的事情 那也許我們可以再發現更多類似這樣子的 寶可夢之間的互動跟關係 可能狩獵鳳蝶跟八大蝶是死對頭 可能那我隨便講 類似這樣子的關係 也許會在這一次的遊戲之中 被奠定出新的概念出來 主角將接受阿進博士 各位觀眾 這次的博士叫阿進 阿進的委託 而造訪擁有豐富大自然的各族島嶼 透過拍下野生寶可夢生氣勃勃的照片 來展開生態調查 歡迎來一邊發現寶可夢的野生環境 特有的表情跟動作 一邊完成屬於你自己的寶可夢寶寫真圖鑑 這次圖鑑並不是透過捕捉 而是要透過拍照 將它加入進你的寶可夢寶寶 呀 我們有男生主角跟女生主角來可以做選擇 兩位主角的名字還沒有公開 外觀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知道 當我們去到沙漠地區的時候 會不會有墨鏡或者外套可以穿戴 不但要去海邊又去沙漠 這個環境差那麼多 不再可能說一套趴趴走 就是全部都绕光 博士是阿晋博士 在兰蒂尔宝可梦自然科学研究所 研究他的宝可梦 以及兰蒂尔地区的自然环境 那他的助手就是利塔 会告诉主角有关岛屿和调查各种事情 所以说他会来分派任务给我们 那大事件会由阿晋来告诉我们 尼光现象是我们这一次 很大主要的游戏内容 在兰蒂尔地区能够观测到 宝可梦和草木会发光的尼光现象 这是兰蒂尔地区的独有现象 那在调查宝可梦生态的同时 也调查一下尼光现象之谜吧 大家看到这个花啊亮亮 以及这个粘在五天鹅翅膀上的 一点一点的荧光 其中似乎还存在着 与尼光现象有的密切关系的特殊宝可梦 一个现象总会有发生的原因 也会有被他所影响的对象 那我现在所猜想 就是五天鹅是被影响的对象 然后有可能这个花朵 是造成尼光现象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这个大主魁 为了调查安全主角 将坐上小艇型的角落工具 星一号 这个名字有做一下致敬 以前的那个交通工具叫做零一号 星一号呢 在抵达岛屿之后 会自动沿着路线前进 不能够离开轨道 那不过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在故事之中 其实有好几次跟宝可梦互动的时候 是不在这个星一号上 所以说我们大概可以推想 特殊的剧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下车 其实在大自然中的野生宝可梦 分别适应了各式各样的环境 过着朝气蓬勃的一天 有群居建立地盘的宝可梦 也有想要当个独行侠 独自逍遥的宝可梦 喜欢和同伴 嬉闹在一起的宝可梦 各式各样都有 那调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发现 超过有200宗以上的宝可梦 多彩多智的生态 此外 宝可梦有时还会静静的 躲在不亲眼的地方 或者是突然从空中出现 为了不要错过任何决定性的瞬间 要360度的放眼观察 抓住按下快门的时机 有些彩蛋型的宝可梦 躲藏在一些特殊点 例如说像是胆小虫 它一被看到就会躲起来 水流牌里面 你大概可以推想 大概你如果不认真找 会找不到它 然后还有空中突然出现的那种 可能就是什么 梦幻 这种飞得快 又很神秘的宝可梦 有可能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不仅如此 还可以将在兰蒂尔地区 出产的水果青苹果 丢给宝可梦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或者是观察他们吃青苹果的样子 灵活运用相机以外的道具 引出宝可梦与平时不一样的表情和行为 并将这些景色给拍摄下来 这是我们已知到的第一个道具 能够吸引到宝可梦的注意力 让他们跟我们所丢出来的宝可梦做互动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们丢给这个皮卡丘的时候 它就开始吃了嘛 那我们丢给这个火炙鸡 它会先把它烤熟再来吃 大家对于这个青苹果的互动 是不一样动作的 未来的道具绝对不只有青苹果而已 有可能有其他的素果 就是调查宝可梦以外 自然环境的调查 缺一不可 像是这边 拍摄到稀有的植物 以及掉落到地上的东西 也会有成就可以解锁 制作出专属于自己的宝可梦写真图件 拍到的照片给阿静博士之后 照片的姿势、大小跟角度位置 越出色的话 评分会被评判的越高 透过反复拍摄得到不一样的评价 设法拍下最佳照片 制作出专属于自己的宝可梦写真图件 另外当调查随着拍照而有进展的时候 说不定能够看到宝可梦的 新表情以及新动作 一边享受着与宝可梦相遇的乐趣 一边尽情地拍摄照片吧 例如说像是这边 他给了一张范例子 其实我觉得这张照片拍得不够好 皮卡丘太小了 姿势虽然说很赞 但是大小 我刚刚讲到 你这什么取景啊 根本就看不到皮卡丘在哪里 那自然的你分数低 只有94分 总计2146 这边就有我们的 一星到四星照片的范例 单纯拍到他就是一星 拍到他的动作是三星 顺眼即逝的 很难得的动作 就是四星以上 目前已经确定会收入的宝可梦了 天灵龟 雪剑龟 大比鸟 皮卡丘 雷球 怪力 嘟嘟力 大野蛇 野蛋树 大甲 狸王 拉夫拉斯 大猪魁 乌蛊 皮丘 美丽花 藏门怪手 乌波 赫拉克罗斯 张鱼桶 巨翅 菇丘 火之鸡 四尾球 周围凶 狡猫天狗 我非常非常期待有一点 因为他的生态非常的活泼跟生动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很早期的那款游戏之中 就曾经有出现过很多迷因梗图 没想到 宝可梦之间竟然有彼此能够有这样子的互动 我之前看了都觉得超级好笑 例如说像是这边啊 像是皮卡丘踩在这个皮丽电球的头上啊 踩了他滚啊 你之前玩的任何一款游戏 你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景象吗 不可能 然后你看这个小火龙 每一个都仰天在那边叫 很像在举行什么仪式 你看这个喷火龙 喷火龙泡在岩掌里面你敢信 他们在打架 他们在打架 Oh no Oh no 进化了 这是小火龙的进化过程 这个是彩蛋吧 竟然有这种很奇怪脸的 哦这是百变怪 你以为它是妙花种子 但其实它是百变怪 混在里面 宝可梦随乐拍的资讯就到这边分享完毕 官方如果有再释出更多的资讯 一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啦 如果你还喜欢我们这种新闻分享的话 帮我们下方按下喜欢 你会给我们鼓励 把FimTV分享给你认为 可能会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拜拜